关于冠状肺炎的事 有一本书曾经有一段提到 这本书是在2008年 有两位美国的通灵的作家所写成的 这一段书这样子说 大约在西元2020年的时候 有一个严重的像肺炎的疾病 会蔓延到全球 这个疾病会攻击肺和支气管源 而且会抗拒所有已经知道的药物 有几件事透过这个情形 想要提醒大家的是 第一 耶稣基督是大先知 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 耶稣基督都已经知道了 圣经路加福音21章10到11节 耶稣基督在提到末世的时候 曾经说到末世的时候 国会攻打国 到处必有大地震 饥荒瘟疫 耶稣基督在公元33年左右 已经告诉我们末世的时候 即将发生的事情 耶稣基督的话是准确的 真实的 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他的门徒每天警醒祷告 把耶稣基督的话记在心里 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和其他跟随耶稣的 我们早就知道 像冠状肺炎 这个瘟疫的事情的发生 是无可避免的 因为许多人背叛了神 像我自己 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 非常的自我为事 自我为义 自我忠心 骄傲 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我的神 背叛了祂的旨意 但是当我悔改 来到神的面前 认罪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 马上接受了我 做祂的儿女 将来 我在我的身体过去之后 可以永远的在天上 和耶稣基督一起同在 享受永远的平安 享受永远的好命 而且我今次在世上的时候 我的主耶稣基督 要赐给我平安喜乐 不管任何的事情发生 我都不会惊慌害怕 第二点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圣经是神的话 神把生活上所发生的事情 把生命的原则 都已经透过圣经来告诉我们的 神要我们单单敬拜祂 向祂祈求祷告 把问题带到祂面前 谦卑地请教祂 耶利米苏33章3节 神说你们呼求我 我就应允你 并且把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伟大奥秘的事告诉你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 我们如果有什么事情不懂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些事情带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来请问他 神就会引领我们 让我们不在黑暗里面 我们不需要去看那些通灵的书 所以第三点 我所要提醒大家的是 神不要人去做算命占卜通灵的事 像是那些紫微斗术 还有那些炼奏的 行巫术的 教诡的 因为这些事都是跟黑暗的灵交往 这些黑暗的权势是撒旦的权势 跟圣灵是为敌的 撒旦是堕落的天使 就像交不好的朋友 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要我们去做 神也不要我们跟黑暗的权势 不要有来往 因为那对我们是有损害的 神的灵是圣灵 我们要跟神交往 经常的读经祷告 我们的生命就是经常的跟圣灵相通 我们就不在黑暗里面 出埃及记15章26节 神说如果你留心听 耶和华上帝的声音 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 遵守他的诫命 这样神就不会把那加在埃及人身上的疾病 加在你的身上 因为我是医治你的神 神是慈爱公寓的神 他有权柄创造宇宙天地 也有慈爱的心肠 原谅人的软弱 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 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向他祈求祷告 神会应允我们 亲爱的朋友们 我希望你经常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因为他是大先知 他是慈爱的神 他是为我们牺牲舍命的神 我原本是背逆神的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慈爱和他的真理 我现在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在世有盼望 什么事情发生了 我有很多的平安 不会惊慌害怕 我希望你也能够有这样子的平安喜乐 来自耶稣基督 我是利迪亚周传道 用以上的话和大家一起勉励 谢谢